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诗点读书 我是主播文岳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不抱怨的世界 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抱怨 看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一名年轻的修道士 来到一个课守 静默戒律的修道院 所有人都要在院长同意之后 才能发言 五年后院长召见他 允许他讲两个字 修道士沉思片刻说 床印 院长听罢同意给他换张床 便转身走了 又过了五年 院长再次找到他 和上次一样只让他说两个字 这次修道士说 脚冷 等十五年的时候 当院长再问他 修道士却说 我走 没想到院长欣慰地说 这样最好不过 自从你来之后 除了发牢骚 什么也没做 这是美国心灵导师 威尔·鲍温 在成名作 不抱怨的世界中 讲述的一则 讲述的一则预言故事 写这段故事的时候 他正因火车晚点 牢骚满腹 可写着写着 便恍然觉得 自己正是这个 习惯性抱怨的修道士 他说 当我们抱怨时 就是在暗示自己 事情不对劲 生活不如意 除了陡增压力 没有一点用处 威尔·鲍温 常年从事社会调研 和心理学研究 他发现 抱怨的人越来越多 而人们也因为抱怨 越来越痛苦 于是 他在全球开启了一次 不抱怨比赛 并将大量案例 浓缩在 不抱怨的世界中 当你看完这本书 就知道 人生总有事与愿违 与其抱怨 不如改变 而且你一定可以改变 恰如他在书中所言 每个人创造 自己生活的力量 都非常可观 远超我们的想象 在书里 威尔·鲍温先拿自己开刀 讲述了一段 令他后悔不迭的往事 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 他端坐在书房处理工作 心情平静且愉悦 忽然 窗外传来一声急刹车 随后便是行人 稀稀疏疏的议论 他抬头望去 只见众人围着一只 被撞死的狗 定睛一看 那狗竟是自己的爱狗 金吉尔 他慌忙跑出去 恰巧看见了 赵氏司机 开着一辆卡车 逃之夭夭 他二话不说 开上车就去追 一路上 他闯红灯 逆行 超速 好歹追上了赵氏者 逼停卡车后 威尔愤怒地冲上去 一把拽住那人的衣领 愤怒地说 你撞死了我的金吉尔 没想到 那人却嬉皮笑脸地说 那又怎样 你想打一架吗 那人五大三粗 一脸凶响 威尔显然不是他的对手 对方只抡了一下胳膊 威尔就被推了个猎切 讲理讲不通 打又打不过 威尔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肇事者扬长而去 回家之后 他郁闷极了 不停地抱怨 为什么撞死的是我的狗 要是没有这件事 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下午 为什么那人不讲理 为什么我不会拳击 凭什么让我碰上这种事 一个个为什么 在脑子里盘旋 一句句不服气 让威尔寝食难安 接下来的几周 他竟在无休止的抱怨中 患上了失眠症 抑郁症 不得不跑医院治疗 等他还过神来 又开始自责 我为什么不报警呢 这些天除了抱怨 我竟然什么也没做 他终于意识到 与其说是那个混蛋 害得我生病 倒不如说是抱怨 把我逼得走投无路 后来 威尔鲍温就自己的这段经历 在书中写道 抱怨 让我们把精力 集中在眼前的 不公 挫折等问题上 而不是解决问题上 这是一种充斥着 负能量的行为 只会让我们 更加糟糕 不仅仅是威尔 在生活当中 我们也时常抱怨 工作太累了 客户真难缠 伴侣一点也不体谅 孩子太不懂事了 偶尔抱怨几句也正常 但是习惯性的抱怨 就是逃避现实 心理学家张德芬曾说 抱怨自己的人 应该试着学习接纳自己 抱怨他人的人 应该试着把抱怨 转成请求 抱怨老天的人 请试着用祈祷的方式 来诉求你的愿望 如果你反其道行之 那抱怨就会成为一把利剑 反过来刺伤自己 抱怨 本质上是自我折磨 很赞成作家詹姆斯的一句话 你是今天的思想 所造就的模样 也将被明天的思想 牵引着向前走 这也就是心理学上讲的 改变想法和思维模式 就能改变生活 消极的念头 拨洒有毒的种子 只会让生活长满荆棘 积极的想法 催生向上的力量 会让一切向好 在书里呢 威尔还讲了一个 挺有意思的事 一个公司更换了 语音邮件系统 这员们只需向话筒说一声 收取信息 就可以接收邮件 可事实证明 这并不是一项 多高明的改进 员工们时常因为信号不好 喊了十几句 收取信息 也收不到邮件 一个女同事因此焦躁不安 一旦收不到邮件 就拿起听筒大骂 甚至愤怒地摔摔打打 可面对同样的事情 有个小伙子却不这样 起初她也抱怨 但很快就开始研究 怎么解决 她归纳了几条 整改建议 反复和技术部门沟通 终于在几周之后顺利解决了问题 她因此深得领导青睐 一年后晋升为部门主管 而那位只知道埋怨的女同事 却因为频频出错被辞退 威尔说 抱怨产生的负能量 必须在停止抱怨后才能消散 而人生变好 恰恰是从戒掉抱怨开始 在书里 威尔列举了不少例证 有人经伤被骗 损失惨重 却在放下怨恨后 得以东山再起 有人身患重疾 埋怨老天 却在看开后 身体有所好转 还有人 遭遇车祸 枪击等突发意外 慢慢释怀后 回归了生活正规 这几年 内耗这个词 风行网络 其实抱怨就是典型的内耗 它消耗我们有限的脑力 体力 让我们疲惫不堪 根本没有精力迎难而上 媒体人古典提出过一个 受害者天堂的概念 他说 很多人在遭遇坎坷和不公时 第一时间为自己贴上 受害者的标签 然后聚集在某处 倾诉委屈 互相埋怨 看似来到了充满同类的天堂 实则是对现实的逃避 想要生活起色 必须先停下抱怨 你才有力气往前走 直至走出困境 就像威尔说的 痛苦 抱怨 更痛苦 继续抱怨 是恶性循环 必须从抱怨这个环节下手 才能进入积极快乐 更积极更快乐的良性循环 看书的时候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个叫弗里达的老太太 年轻时 她可是个大美人 一双蓝色的眼睛 灵动且迷人 之后嫁得如意郎君 生儿育女 日子过得安稳幸福 谁曾想 或从天降 她在一次外出时 遭遇了严重的车祸 轮胎从她美丽的脸上 碾压了过去 眼睛被挤出眼眶 嘴巴裂到耳边 她隐约听见众人的惊呼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 面目全非 几个小时之后 她被送去医院 疼痛像烈火焚身 但很快 她就因为昏迷 失去了知觉 等她再醒来 得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 她被毁容了 却难以修复 大家本以为 弗雷达会崩溃 却不想她竟然说 我恨那个司机 但我原谅她 因为我想尽快好起来 之后的几十年 弗雷达经过 22次整容手术 才有了一张 看起来不那么可怕的脸 人们从未听过她抱怨 更没有看见她哭过 反而时常听见她 拿自己的假眼球 开玩笑 她像从前一样 自信地站在镜子前 看着微笑地自己说 你瞧 这假眼球 一点不比真的差 车祸后 她做起了小买卖 还把几个孩子 培养成才 弗雷达83岁这一年 威尔受邀 参加她的生日聚会 完全被她的乐观 和活力折服 她在书里写道 弗雷达一进来 整个屋子都明亮起来 你完全看不出 她已经八十多岁了 大家都以为 那场车祸足够毁掉她 但在她这里 车祸 毁容 病痛 不过是美妙人生的 一个插曲 弗雷达笑着说 那场车祸 无法改变我 我还是之前的那个美人 只不过现在是内在美 看完弗雷达的故事 我想起白烟松的一句话 没有谁是容易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 委屈 挣扎 奋斗 没什么可抱怨的 生活的很大一部分 是接受 接受世事无常 接受孤独挫败 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 又要笑着和命运 握手言和 自知者不愿人 知命者不愿天 就像爱因斯坦说的 强者从不抱怨生活 如果不满现状 就奋力去改变 如果无能为力 就保持乐观 当一个人遇事不愿 就没有事能拦住他 最后呢 我们再讲一个 三明治的小故事 两个建筑工人 一起吃午餐 打开餐盒后 一个抱怨说 天哪 又是肉卷三明治 我最讨厌肉卷三明治 另一个说 那你让太太 做点别的不就行了 可那人说 我没有太太 都是我自己准备午餐 生活往往就像这个 肉卷三明治 我们所有的不满和厌烦 全是自己制造的 恰如老音乐队的那句歌词 我们生活在枷锁中 却从不知道 钥匙就在自己手中 困在不满当中 不停抱怨的人 就是将自己放逐 在悲观的地狱中 折磨自己 而停下抱怨 斩变心态 就是解救自己的 那把钥匙 不愿是种智慧 更是一种 洞悉生活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 愿与不愿 过的是两种人生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我们的文章 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欢迎在文末留言区 留言互动哦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